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不但是原来的新冠病毒 而且也已经产生变异 那么这个病毒的传染性 以及它的治病性都在增强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制度 如果你在疫情防控方面 做到了 疫情能够慢慢控下来 结果这次传染你们不控制 不隔离 那这个疫情传播是必然的 肯定要大量为了传播 大量人感染以后 肯定有一部分人身为重疹 未重疹 甚至死亡 所以说这个传染病呢 它是亲密无私的 只要你防控工作做得不到位 它就要流行给你看 就会传播给你看 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 防控的能力和水平 这个直接关系到 这个传染病的持续能控下来 持续能防止 像我们国家一样 我们国家那么多人口 我们的边境线那么长 我们经常有外面输热的病人 对吧 印度的病人输热中国也不少了 但是因为我们防控做得好 我们的基层工作做到 发现一个各的一个 所以没有早点满营 我们全国的天罗地网嘛 社区啊 各个市县都有非常强的 这样一个防控能力 我们的海防线 我们的海防线 边防线 各区都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包括机场或者外面 外来人口进入中国 都有严格的一个检测 各地的措施 就触报了我们国家的安全